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可能会引发永久性的亲力丧失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爱丽聊天室 那我是Elly 和您聊聊银法族 健康健保乐生活 这两天我们有客人在家里看电视 突然红韵目眩 感觉周围都在转 那耳朵还会出 嗡嗡的声音耳鸣声 那本来以为睡一觉就会好了 结果随着日子过去 他的症状越加的频繁 那经常恶心想吐 有时甚至会听不见声音 忍无可忍 他就到医院去检查 结果才发现 罹患了梅尼尔氏症 那究竟为何会罹患这个症状呢 初期有哪些症状 多久会好 梅尼尔氏症能根治吗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来跟大家聊聊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那梅尼尔氏症是什么呢 梅尼尔氏症首先被发过医生 普罗斯伯 梅尼尔氏所发现的 所以是以此命名的 那梅尼尔氏症可能发生于任何年龄层 并不只是发生在年长的年龄层 通常是二十到四十岁成年人 而且患者以女性居多 那因为女性常常因为内耳的淋巴分泌过多 导致内耳淋巴囊的吸收功能异常或是使淋巴循环受阻 从而使内淋巴液压力增高 而此种压力改变则会影响前庭系统 使得内耳无法发挥正常的平衡功能 最后就引发了梅尼尔氏症 那梅尼尔氏症常见症状有哪些呢 患者可能会出现下列三种常见的症状 大部分为单侧 振发性的晕眩 感觉头晕目眩 而且持续大概二十分钟以上 甚至几小时 晕眩发生前可能没有征兆 或是伴随着耳门 严重的时候会伴随呕吐 好那第二呢 低频感觉神经性的听力障碍 由于患者的耳锅缺少感觉细胞或者受损 那而造成听力障碍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可能会引发永久性的听力丧失 那第三耳鸣耳闷 耳鸣即为耳朵内出现 铃声 轰轰声 鸣笛声 或者是湿湿的声音 而梅尼尔氏症的耳鸣 通常是较低的频率的声音 那什么样的族群容易患这种症状呢 以下为容易患症状的十二大高危险群 长期睡眠不足 经常过劳 高工作压力 容易紧张或者是情绪化 酗酒 抽烟 在噪音强烈的环境工作 还有视线者 过敏 头部曾受过外伤 罹患慢性中耳炎 糖尿病 眉毒 甲状腺肌能低下 腎上腺功能低下等疾病者 女性有偏头痛问题的 梅尼尔氏症能够根治吗 梅尼尔氏症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 但大部分患者皆可透过使用药物 或搭配手术来缓解控制症状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发现了 有上述提到的症状 需要赶紧就医 寻求医生的帮忙 如果不幸患了梅尼尔氏症 那么平时应该维持睡眠要充足 规律的生活作息 避免熬夜及过度的劳累 在饮食方面要保持清淡减少盐分 建议要戒烟戒酒 并且即使含有咖啡因 或者刺激性的食物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 则可以借由从事自己喜爱的休闲活动 排解平日所累积的压力 并尽量减少情绪的起伏 那以避免梅尼尔氏症 所引发的不适症状再度出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那我是Ell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